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周美玲 電影只是我創作跟表達的一個工具 老實說我小時候也沒有想過 我會做電影 因為小時候我的美術比較強 我還一直以為我日後會 畫招牌看板為生 結果沒有想到後來 都是電腦輸出啊 連要畫招牌也不太 不太容易了 但是我的確很需要一個創作工具 是能夠 具有某種藝術形式 能夠表達情感 表達理念 表達我對這個人生的看法 然後電影 它在合適的機會 的時候 被我認識到了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嘗試 然後我也發現 我似乎 有一點點小小的天分 是可以駕馭得了它 所以其實我並不是科班畢業的 我拍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主題 同志 當然是我關心的一個重 重頭戲 但是它不是全部 同志主題的創作 當然是 我所有創作中的其中一個部分 你光看我們櫥櫃裡面所有的那些獎作 裡面大概也只有三分之一 的得獎作品是跟同志有關 但是 我從來不會演 我是一個lesbian 我在做同志影片的時候 同時也在推進同志運動 這個標籤太鮮明 同志導演這個標籤就會一直散 然後我也不排斥這樣的印象 因為這的確是我在做的事 而且我覺得透過影像去做運動 是一個可以深入人心的事 可以造成深遠影響的事情 從第一部電影《燕光四射歌舞團》 這樣一路走來 我對於影像的運動性是 越來越清楚它能夠發揮的能量 我現在推動的六成彩虹計畫 就是我預計在亞洲六個城市 各拍一支同志影片 這件事情它根本就是一個同志運動 而且我鎖定的是亞洲的華人城市 我們這些故事都已經準備好了 全部都取材於當地發生的故事 然後當地的華人同志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處境 老實說如果台灣不做這件事情 在其他亞洲更保守的地方 大概沒有人會做這件事情 我們不曉得未來世界會變怎麼樣 我們之前在大陸拍的 有很多人的呈現中國地區同志現象 譬如說新式婚姻 在文婚男女 新式婚姻的現象等等的 雖然我們在大陸地區的版權有賣出去 但是他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播出 你知道走出台灣之後 其他的亞洲地區有多保守嗎 就是這麼保守 在這麼保守的地方 不要說是商業行為 你到當地去拍片都會有很多的風險 我每次出去拍片都最煩惱的事情 最掛心的事情是 我把人帶出去拍片 我要把人安全的帶回來 這才是我們真正面臨的狀況 我在從事六成彩虹計畫裡面最大的困難是 他如何可以光明正大的拍攝 如何可以光明正大的述說我們的故事 可以如何光明正大的播映給更多人看到 但是他最大的困難就是 走出台灣跟香港以外 都無法光明正大 等到他能夠光明正大的時候 我也不用拍這些片子 然後他也就不是一個運動 那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操作成商業行為 他就可以很賞力了 就太好了 我希望那一天早點到來 很高興我的作品 一些同景象作品 都已經在嘎嘎烏拉拉上架了 很有燕光四射歌舞團 刺青 漂亮青春 替身 未婚男女等等 希望大家持續關注嘎嘎烏拉拉 謝謝 謝謝